作为一个二手车商,我们难免会收购一些准新车 索性我们就挑选一些上市时热度爆棚的车型 看看它们在流量狂潮冷却之后,真实的产品力到底怎么样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研究一下它的市场行情 分析一下性价比,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势 这一期我们就来看去年热购半边天的极客X 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自己该买高配还是入门 是四驱还是两驱 到底是买全新的极客X还是二手的 这最后一个问题,答案是心而易见的 前几天我试驾了几乎的αS 那车肯定是个轿车,但是怎么看都像是个SUV 而极客X倒过来,官方说自己是个紧凑型SUV 但怎么看都像是个两项车 极客X的车身线条车厢的设计都很像两项车 但前机舱流畅的走线又有一点SUV的感觉 至于车内空间,极客X的确比同样4米5级别的两项车大出不少 后排乘坐空间还不错,头部和腿部的空间都很给力 可是不论以两项车还是以SUV的角度 极客X的设计那都算是一流的水平 它抛弃了从领克家族搬过来的竖条大灯 做出了自己的风格 车头,基盖和大灯都有一些尖角的设计 车身金线也是有棱有角,看着就非常的利索 而且极客X还使用了无矿的车门 这个也是越级的配置,让人爱的不要不要的 外观好看,自然就意味着内饰它不会丑 何止是不丑,极客X的内饰设计简直就是好看极了 你看这个仪表态,你看这个氛围的,你再看看这个座椅的造型 一台精心设计的车不就是这种效果吗? 储物空间的设计也是很足的 这个对于极客的设计师来说算是机操了 为了能让你在车里挂奶茶外卖的塑料袋 人家都做了个挂钩给你,这个绝对算是到位了吧 而如果你买的是四座板,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 比如中央扶手可以前后移动 而且靠后的箱子,咱们可以拆掉,换一个电冰箱 副驾驶可以变身零重力座椅 而且后排的座椅可以向上电动折叠 腾出来的空间显然是给毛孩子用的 因为篇幅的原因,极客X内饰还有很多小细节 咱们就不说了,大家可以找实车去体验一下 或者来我们的小程序看一百多张的高清大图 只要我们打开绿色社交APP,搜索nono自行车小程序 或者搜索爱车的动作同名账号,就能找到我们了 001的车机实际上让我是不太满意的 有些细节让你觉得这个车和车机一看就是两家人做的 硬给凑一块用的 但是极客X的车机优化了很多 界面设计和流畅度都做得很好 咱们客观来说,这个车机的表现算不上是业内顶尖 但是现在也不拖后腿了 此外,极客X配备了亚马哈的音响 而除了极客,我还真就没有在别的车上用过这套系统 它的表现力还可以,声音干净通透 功率也是比较大的 调教的风格是偏时髦偏年轻的 我必须要给这个东西点个赞 不是因为这个音响做的多么的逆天 而是因为这个音响的风格和极客X的驾驶感受非常的类似 这个实在是太牛了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所谓电动车就是加速快的代名词 燃油车时代,超跑级别的加速性能是昂贵且稀有的 但是到了电动车时代,变态加速就被彻底普及开了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定位中低端的加入代步电车又变得温柔起来 可能是为了低能耗和长续航 十几万的紧凑型电车,无论是功率还是扭矩 都变得不再性感 加速更是温柔如水 可这份遗憾到极客X这里就结束吧 你可别忘了啊,极客家族的优点就是卷 该给你不该给你的,极客都会想办法给你 极客X作为最入门的款型 人家也是一款原教旨主义电车 单电机就200个千瓦,给你5秒多的零百 双电机前后加起来有315千瓦 零百加速3.7秒 车子动起来,那个感觉就开始不一样了 对于整个极客家族来说 动力调教向来都是很擅长的 不仅响应迅速,而且有很多细节可攻玩味 如果你对动力有很高的要求 即便是不考虑极客X 也必须考虑一下001或者007 极客的动力调教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另一个做的很优秀的就是极客X的转向调教 转向手感有三档调节,无论在哪个档位 方向盘的手感反馈都是很细腻的 而且有明显的随速增益 对路面的弹跳比较敏感 方向盘的中位感回正速度都是清晰且利索 阻力感恰到好处 极客X的单电机它装在后轴上 所以弯道内偏转向过度 但是幅度并不大 四驱版就非常的中心 只是稍微有一点点偏转向不足 我分析下来可能是工程师担心动力太强 用户要是弯道内乱踩油门可能会有安全隐患 但是在底盘的调教上 两驱版和四驱版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两驱版就是很家用的感觉 刚度和阻尼都是偏柔和的 乘坐的舒适性绝对拉满 但是四驱版的悬架风格那就运动多了 而为了做出这样的效果 极客X甚至给两驱四驱配备了不同的减震器 极客X的车主以后要是换减震器了 一定要看清楚零件号 不过也正是因为极客X它动力强输出干脆利落 所以有一件事情它肯定办不好 那就是能耗控制 同样尺寸的很多电车 都能把能耗压制在15度每百公里以内 这个数据对于200千瓦的单电机极客X都挺困难的 说实话买这么猛的车我肯定是使精彩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我开四驱极客X最低 也就是178度每百公里 一般来说就是21到22度左右 我这几天两台极客X开下来 66度电 单电机的版本满打满算 能跑个400到450公里 双电机的差不多就是接近350公里 有个事情必须得说一下 极客X目前的电池只有66度 但是显然它没有把底盘空间都占满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下面可能会有75度 甚至是100度版本的极客X 从23年春天极客X上市到现在 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整个新能源市场可谓是沧海桑田 变化太大了 在这个内卷至极的市场里面 极客X的那个保值率 真叫一个大快人心 快的是二手买家的心 去年铺天盖地的宣传似乎还没有冷却 GKX这车感觉就已经要冷透了 现在准心的二手GKX已经六折起售了 像五座四驱版跑了1到2万公里 16万多就能轻松拿下 如果是两驱版同车矿的 再下个1万块钱左右 至于四驱高配或者电动门什么的选配 看着都挺贵的 但我们研究下来对二手价格影响不大 估计二手买家还是对这些配置的实用性 持怀疑态度 不过照理来说 像X这种主打颜值的小车 它的保值率都是不错的 可为啥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呢 我翻看了一下我们去年的收购数据 发现了端倪 极客算是新能源市场的价格屠夫 而说起卷这个牌子从来就只怕一个人 那就是自己人 没错 能伤害极客的只有极客自己 X的行情被打下来了 凶手叫做007 007上市之前 X的保值率其实还算不错 新车二手拉不开价格差 但是007上市之后 极客X的行情就明显下滑了 而当新的2024款极客X上市之后 这老款的价格就更维持不住了 做个总结吧 这两年呢 国内新能源市场呢 就是卷自当道 可卷来卷去 极客的江湖地位一直很稳固 市场上极客X有很多竞争对手 在某些方面做的可能还要更好一些 但极客给你优秀设计的同时 还给你强悍动力 给的多 人家价格还不贵 不仅新车不贵 而且二手的极客更实惠 而非要说个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就是极客的自驾 在007自驾版出现之前 那真是没有一台车能说有自驾 但如果我买车回来 就是自己开 那选择的面真的是大 好多好多 从这个角度来说 二手极客X 舍我骑谁独一份的优点 难道就只剩下性价比了吗 好 酷